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抽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加瓜指数的今天最高在16715点 最低在16609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119点 来到16619点 才有总值是2383亿元 来今天又拉回整理119点了 这个盘是怎么看待 个股要怎么操作呢 请教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 我想台北股市 在昨天公高到16841之后 我们看到留了一个上影线 然后开高走低下来了 今天似乎也没有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 今天受到美股的一个影响 今天甚至于一开盘 就跌破了五日线 然后随着尾盘跌幅扩大 又接着把十日线给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今天一根黑帮下来 接连破了五日线 十日线 所以今天大家又在担心 那接着下来 那是不是月线 那就岌岌可为 那其实月线是不是岌岌可为 坦白讲 我没有那么在意 为什么 我想这段时间 我是不是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整个台北股市 它所处的一个架构叫做什么 叫做区间震荡 对 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在季线跟半年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对不对 那既然是区间震荡 也就是说上档跟下档 上档的压力没有办法立即的突破 下档的支撑也不会那么容易的一个跌破 那为什么说上档的压力 还没有那么快能够跌破 我这样说好了 看看今天的成交量多少 今天的成交量2383亿 那你要面对 除了说是一条季线的反压 而且最重要这条季线的反压怎么样 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原本是走平 现在已经开始往下走 这个我想我在前面几天 我就跟各位预告了 我的这条季线目前开始要扣抵 先前在高档的一个位置 就开始扣抵高值 那聪明的各位 当季线开始扣抵高值 就告诉你 它怎么样 它要加速往下扣抵了 那如果说变成是一条 原本是要走平的季线 现在变成是一个下弯的一个季线 那是不是对整个多方的一个压力 它会更行的一个沉重 对啊 好 那你要去突破这样的下降的一个压力的 这样的一个季线 可是你偏偏 你就没量 你两千三百亿 我说你除了季线以外 你要知道当时在类似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也就是先前在高档区 这边累积的套牢筹码 动辄每天都是三千亿 甚至于高达四千亿 那你动辄这么多 每天都三四千亿的一个量 你现在靠两千三百亿 你想要去化解 那不是开玩笑吗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短时间之内 你量的没有出来 又或者说 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推手的话 你要突破上层这一层又一层的反压 那是不可能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上档的压力过不去 那你想到昨天为止 指数刚刚我们讲的高点来到哪里 来到一六八四一 对 对不对 那季线在哪里 季线在一六八九五啊 那换句话说 到昨天为止 整个指数的高点来到季线 只剩下五十点的空间 那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去突破 那我就已经这么接近 季线的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很容易 至少 盘面上一些大小的啦 业内啦 法人啦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怎么样 他会选择 我先走一趟嘛 对 对不对 所以出现的昨天 开高 走低 还带上影线 这一点都不奇怪 那你说今天 又来一根 又来一根 其实当然是受到美股的一个影响 那美股为什么会跌 因为昨天 这个ISM 他公布了这个八月的非制造业 就是服务业的一个指数 那创到了六个月的一个高位 对 那比市场预期要好 那这样的一个 造作就是好消息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盘面很奇怪 往往是好消息 变坏消息 变坏消息 因为大家在担心 你原来景气这么好 那是不是联准会 你接着下来 要准备了 又要生息了 对不对 再加上布拉格 其实布拉格已经去教书了 但他还是跑出来讲话说 不能排除再生一马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就算再生一马 这有跳脱出 当时联准会的官员 包含像鲍尔 包含像其他的一个委员 他们说讲 他当时就很明确 上半年就已经告诉你 我今年要生两次 对啊 生两马 那七月生了一次 那接着下来 九月可能不生 所以代表那十一月 可能会生啊 对不对 这本来就 但在预期中的事情 只不过我说 这个牌面上 总有人带风向 一大堆人告诉你 这个联准会不会再生了啦 甚至还有人告诉你 可能会降息啦 然后怎么样 在里面带风向 上下其手 那我说你要跟人家这些 似似而非的一个言论 你不相信 联准会主席讲的 你不相信联准会官员讲的 你偏偏要去相信这些 这个道听途说 盘面上有心人 在那边带风向 那你说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了 就算十一月再生一马 那也是符合预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了 平常新看待就好 对不对 所以美股的拉回 我不认为说 这是又是一个 多么大的一个危机 重视我就再生一马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至少 至少九月还不生嘛 现在九月 九月这次应该 以目前的 这个Fed Watch的一个状况来看 九月应该是不生 休息一次了 然后十一月再生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至少市场也有喘息 根据怎么样 是做一个反应 跟缓冲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对盘面的冲击 会极其有限 当然因为昨天 因为整个 对于联主会升息的 这样的预期升高 所以又让怎么样 美国的殖利率 特别是两年起的殖利率 它冲破了5% 甚至于来到 最近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创了最近的一个高点 所以怎么样 殖利率的上升 又怎么办 又达到了科技股 其中两家 首当其冲谁 一个叫Apple 一个叫做 辉达 NVIDIA 这两家刚好是 跟台股 联动性最高的两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 昨天好不容易转强的 这个AI的股票 今天又全部的躺平 这也不奇怪 对不对 但是我也就告诉各位 现在就叫做什么 就叫区间震荡 对 所以当指数也好 个股的股价也好 来到相对比较区间的上缘的时候 它出现拉回很奇怪 不不奇怪 不奇怪 那在拉回的过程 今天很多人讲 万一明天破月线怎么办 那我说过 现在就是在 季线跟半年线之间 对 做一个区间震荡 那如果明天破了月线 怎么办 当它又慢慢靠近半年线 怎么办 买啊怎么办 当然 难道你要让它在涨的时候 你去追吗 我现在一直告诉各位 在整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架构之下 你操作上面 你要绝对的去避免 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 因为你追高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你风险就比人家高 你胜算就比人家小 又或者 我再讲的直白一点 我想近期 我做什么样的股票 你们都知道 我说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都锁定一档华硕 还没有发动以前 你看从350 360 370 380 390 一路的一个买进 对不对 甚至于399 继续在买 只要是三字头 一路就是买就对了 后来说的股价 冲过了四字头 甚至于高点来到438 有没有 你连续在三字头买进 不管你买在350 也好 360 370 380 390 任何一个价位 你说有哪一个没有大赚的 都有 你不是问道友买一张 你不是买一次 你是连续性的一个重压 当你连续性的重压股票 从三字头跳到了四字头 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都有 对不对 然后我还在高档 把我们的加码部位 全部的获利出清 这个大家也都是有莫共睹的 对不对 我们卖掉之后 我说拉回来 我们现在手中 满满的现金 我们准备怎么样 我们准备 要操作华硕的第二趟 所以我说拉回 这边想跟上 你前面不管有没有跟上 你接下来 你想要跟上我们操作的 那么你就好好的把握 来预约 这样的一个 下一个买点 最新的一个买点 或者我们昨天 也开放了一些表单 让各位来做一个提醒 让我能够了解 更加了解你的一个状况 亲自来帮你规划 对不对 好 那不管是这段时间 你有来怎么样 你有来登记 这个预约的一个新买点 又或者昨天 你有来填表单 坦白讲 如果有时间 我当然也会跟这些投资朋友 我们也会做一个 短暂的一个交谈 那在谈话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 因为他前面 最近来找我 当然是他前面 可能手中的股票 都是套牢的 所以他现在可能急于 想要做一些转换 所以也征询我的一个意见 那其实我看了 他们现在手中的一些股票 他在跟其他的一个分析师 其他的一个专家权威 去买进的这样的一些股票 其实我看了以后 我发现 其实这些怎么样 都是好股票 都是好股票 可是很可惜的 这些好股票 不是怎么样 不是追在高点 就是怎么样 就是杀在了一个低点 那记得 纵使是一档好的股票 你在追高杀低的过程里面 你怎么容易能够赚到钱 纵使是好股票 你也不容易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了 你想嘛 一档股票 你现在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你去追高 当然我知道 我说这个盘面 它总有一派 总有一派是怎么样 它是怎么样 它是看着技术面转强之后 它去做一个追价的一个动作 可是往往 可能这个股价 它已经涨了7%了 可能涨了8%了 才能够确认它转强 可是你在确认它转强之后 代表说 你今天你已经买在7%8%了 那纵使它今天 好了不起 让你攻上了涨停反 你只有赚1%2% 其实这1%2% 如果是要扣除掉手续费 等于是等于在成本附近 你这个都没弹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你买了之后 有两个结果 要不就往上涨 你买对了 继续往上涨 要不就买错了 明天就得逃灾 对不对 好 那你说买对了 是不是就一定赚钱 我告诉各位 你还未必能够大赚 为什么 已经涨了7%8%的股票 对 纵使我告诉你 别怕 把你的资金 全部给它重压下去 你身价都给它押下去 你敢吗 你绝对不敢 你涨高的股票 你怎么敢去重压 你了不起 你敢买 我就佩服你 你了不起买个一张 两张 两张三张的 问一个导游 表示我有来参与 对不对 好 那纵使你买对了 你只有买个两张三张 他后面再涨 我不敢讲 你赚不到钱 那你能够赚到大钱 你赚不到大钱 对不对 那如果 他明天 他赚到资 他赚下去 不要忘了 你今天去追高7%8% 等于说 你的利润 只有1%2% 那明天如果说反转下来 可能不用多了 给你跌个半根就好了 对 你5%6%就变老了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往上 你赚不到大钱 你往下 你可能会赔大钱 那聪明的各位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对各位 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又或者它是一个 有效的一个操作模式吗 你现在我说过 既然是一个轮动格局 因为轮动的速度又非常快 所以怎么样 所以有80%的机会 其实你会被修理的 你说那不错 还有20%有胜率 好了 那就在这20%好了 我就说了嘛 你去追高 你又不敢买多 所以你也赚不到大钱 所以回过头还是一样 你有高部分的几率 你会赔钱 那小部分的几率 赚不到大钱 那赚不到大钱 又可能会赔大钱 那我问各位 聪明的各位 赚少赔多 你怎么算都不划算 不划算 所以我说过 以目前来看 做股票 不是说没有机会 可是你不用每天去追逐 那些排名上最强势的 你还是按部就班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现在要掌握的是 未来哪些空间 未来哪些股票 它会有大空间 你趁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先卡位 先布局 连续的买进 后来它一发动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追大的赢家 你不用去每天 盯着盘面上 哪些股票墙就去追 你这样子很容易受伤 好 水流天 我们怎么样 在股市当中 不要受伤 跟着老师一起来 转波段好行情 用对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跟你分享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 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目前操作难度 相当相当的高 区间震荡的 这样一个走势 轮动速度相当的快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对方法 而且跟着老师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像之前 大家都在追AI三雄的时候 老师带大家进场 布局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华硕 这档好股票 从360块开始进场 369 371 380 385 387 388 390 392 甚至399 都还在买 结果创新高来到438 老师说加码单 我们全数获利放口袋 手上满满的现金 接下来准备 等华硕拉回之后 找到新的买点了 所以说天后们 这就是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了 所以说天后们 到底接下来 怎么样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 布局好的股票 能够赚波段好行情呢 想跟上老伯们 欢迎天后们 可以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带途对方号号码 也欢迎天后们 赶快拨空我们的专线 跟着老师进场来 布局好股票 欢迎天后们 拨通我们的专线了 023659333 02236659333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9236359333 台湾大家所见 你们是古书罗宾 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沸屏 问你要请到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到底接下来 怎么要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的布局 好的股票 来赚波段好行情呢 等一下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 赶快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直接跟上哦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Tommy Page 这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出了一张小的EP Republic of Idol 锁定我们的频道 千万不要走开 9289801 987文台马上回来 RORI TheRepublic of Vitals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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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public of Vitals Everyone's a star Everybody's got time to lose 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菲萍音老师说了 现在目前轮动速度 相当相当的快速 所以说操作难度 相当相当的高啊 怎么样用对好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 布局好的股票 来接下来呢 到底该怎么样操作呢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 我想啊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在股市里面 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告诉大家 无非怎么样 你要用对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操作 最重要 你要有正确的 一个投资观念 什么叫做正确的 投资观念 就好比我们刚刚也讲了 近期我们不是 陆陆续续的 开放大家来预约 这个华硕 那个新买点嘛 陆陆续续的 也开放大家来 填些表单 那当然 在来电 或者来登记 来参与的这些 听众朋友里面 投资朋友里面 如果说 有适当的一个机会 我也会跟他们 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像是一个 短暂的一个对谈 那很多 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都这样问我 那我们买下去以后 会不会马上就涨 几乎每个人 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大家最想要问的 那我这样说 谁不希望我买下去 马上大涨 香哦 坦白讲 你凭良心讲 我也希望 但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正确的投资观念 就是春根 夏云 秋秋 冬长 该你布局的时候 该你耕耘的时候 你就认真地耕耘 未来 该收割了 你才有的收割 否则你现在不耕耘 未来哪来收割 现在我买下去 为了马上走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不对 因为我说过 盘面上 筹码的一个状况 资金的一个流向 我们只能说 现在这档股票 它的价格是被低估的 这里我买下去 它是安全的 那既然是安全的一个点位 未来 能够有获利 大的一个空间 那我二话不说 我当时买 所以为什么你看 华硕先前在 350 360 370 380 390 我告诉你 谁在跟你讲华硕 大家都带你去追 AI三雄 对不对 华硕还没有机长以前 他就在那里 没有人讲 只有我这个阿呆 每天告诉你 华硕可以买 它有这个比价的空间 它未来能够真正的创高 有没有 后来 你连续买进 三字头的股票 涨到了四字头 你哪一个没有打准 你是连续买进的 你不是一张两张问导游 对不对 那你看 这样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对不对 不是说你今天买了以后 你马上要大涨 有些时候你买了以后 马上要大涨 这刚好水到取成 那坦白讲 还带有一点点运气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运气 不重要 我认为我要的是怎么样 你未来真正有大空间 重视你晚个一天两天 甚至你晚个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 so what 我只要能够赚到大钱就好了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一直要告诉各位 你要有正确的一个投资观念 所以我说过 现阶段 你看到很多强的股票 因为很多人想说 我买了就要涨 所以也有很多 所谓的专家权威名虚 就贴合大家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他每天都带你去追涨停 对 对不对 七八八话 管你我就追 对不对 但是我刚才讲了 那你追 没有错了 你可能明天还在涨 但明天在涨 你现在 七八八八去追 纵使你明天在涨 你不敢买多 明天在涨 跟你有用吗 你只是赚加财金 只是赚零用钱 没错 那不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对啊 那万一他明天掉下去 因为轮动很快 他明天掉下去 你今天 只有一趴两趴的获利空间 明天给跌个半根 你马上变赔钱 那这样子 赔钱的几率很高 赚钱的几率很低 而且你还赚不到多 聪明的各位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认为它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吗 还是照我们这样子 看起来傻傻的 还没有起涨以前 就连续的买 对不对 看起来很傻 可是真正当他喷出的时候 像华硕 你买在三字头 一路的一个买进 后来他喷出到438 你说谁才是真正的傻子 还是谁是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赢家 这样的一个答案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思考 所以我说过了 你看我的节目 听我的一个节目 对照其他分析师 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做法 你去对照以后 你有什么那个题目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你认同我的 你认同我的 不管是认同我的操作模式 也好 又或者认同华硕接下来 他是有机会的 反正你只要是认同 我们都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尤其你有大资金的 我说过不要随便乱冲 随波逐流 你更要懂得找对的人 来带你用对的方法 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认同的加入我们的行列 也欢迎能够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好来听我们 现在目前的操作难度相当相当的高 轮动速度也相当的快 想要跟着老师进产 来布局好的股票吗 欢迎我们可以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跟上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目前操作难度相当相当的高 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轮动速度相当的快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对方法 而且跟着老师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像之前 大家都在追AI三雄的时候 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华硕这档好股票 从360块开始进场 369 371 380 385 387 388 390 392 甚至399都还在买 结果创新高来到438 老师说 加码单 我们全数获利放口袋 手上满满的现金 接下来准备等华硕拉回之后 找到新的买点 所以说听我们 这就是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所以说听我们 到底接下来怎么样 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能够赚波段好行情呢 想跟上老伴们 欢迎听我们 可以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家投入对方号码 也欢迎听我们 赶快拨空我们的专线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股票 欢迎听我们 拨通我们的专线了 023659333 0223659333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大来国际投入108 金管投入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